大家歡迎 我就是 我介紹一下 我是 這樣子打打板 對然後 我喜歡拍人看這個 好因為 只有兩次啊比較早 然後因為我就是 就是因為我Web跟App 都寫所以 有時候 弄蠻多UI但是我其實很討厭 很討厭寫UI 所以 就是 大概這幾年宣告式的UI就越來越普及 Web上面已經好幾套了 然後 IOS Android現在也都有然後我後來就想說 可能也有一個 這個這些有人有寫過嗎 對這些是市面上比較成熟的 然後這個就是 市面上比較不成熟 然後 我因為想做這個嘛然後就開始 開許願清單 想要有哪些 feature這樣 然後左邊是 傳統上 Python的寫法 QT或是TK 差不多都這樣 就是你要 你用 你用程式碼的敘述去描述 UI的結構 你要自己去把那個 容器跟內容觀點起來 右邊是Swift UI長這樣 看起來就 爽很多 然後再來是我希望裡面可以 你有控制流程 然後不要再用一些奇怪怪的 語言或是 因為Python不支援多行的 浪達嘛 所以就是 有一些人會用括號去塗 那個就會 很醜 對 然後再來就是你 用了 用了 你自己開了新語言的話 你還有那個 就是 就是因為你的新語言 如果你要做到圖領 圖領 那 你根本就是 完全重新發明一套東西 然後 JS Web上面是第一個達成 達成那個 把宣告室UI做好的 因為 JS本來就是 那個Web上本來就是 JS跟宣告室 混血的情況 所以各自處理好了 宣告室跟 跟那個命令室的情況 所以他們兩個是缺一不可的 那DSL的問題就是 有一些 有一些先前的 像什麼QML之類的 會 類似這樣做 那 這樣做的缺點就是 他又要加一堆工具 像 你要處理 你的新語言的文法 然後你還要 用它來產生 因為如果你要處理 不同的Backhand 你要做QT或TK 你就要做 很多套 然後採用那個code generator 然後 你要 你要做debug 就是如果壞掉了 你要有辦法 當user去trace他 然後你還要寫IDE的整合 像 你要做Synetax highlight 或是 自動補完 或是什麼 因為IDE有一大堆 所以整合不完 然後再來是 DSL 你要 你要在 一個 DSL裡面去長出 Tooling complete 就是 一個 就是超出一個 超出 在座的人全部加起來的 工作量 對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等一下後面會有 對 然後再來是我希望 我希望他 就是可以跟技有的層次 動用 對 然後 然後這個 就是上面是說 如果你弄了一個DL DSL他肯定就不能跟技有的東西 定存 因為然後 這個是說 你弄一個新語言 然後你的user又要 又要學一個新東西 對 然後 但是你這個新東西也還沒有開發完 對 你不要花多少力氣維護他 這個就是說如果 因為他是一個 DSL要轉成 現成的語言 然後他會執行 如果當掉了 你看到的crash 也不是你寫的call 所以就會 疑難出錯 我還好清楚 Subscurity 對 然後 還有一個好處是好玩啦 但是 現在 我現在年紀大家可以認識到 上面這麼多的紅色 所以 好玩 小時候覺得好玩 對 對好玩的用命 對 然後右邊是 有別 別號的UI有這樣處理過 然後他們後來其實也 改方法 大概今年改了 所以改的 類似用的差不多 對 大家都往通來方向前進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你不好在那邊插 大控制流程不好在那邊插一絲耳機 或是 然後再就是 因為Python 不應該這樣寫 然後 我希望他可以在 資料改變的時候自動更新以外 像這個 右邊這個 計分板 如果你有 N個計分板要更新的話 你就要有N個人去翻它 那你自己寫call的時候就是 你要寫一大堆 這個觸發那個那個觸發另外一個 那電子基本板就不用了 只要有 裁判 更新那個 更新那個數字 那所有基本板就會自己更新 然後我付期又忘 有太多的轉移成本 因為像Hyperloop 它 很好很近很快很貴 但是 你沒辦法使用現有的 建設 你的 你的那個軌道要重複 然後 不然 舊的火車也不能放上去跑 就是 這是一個 沒辦法相容的情況 那像台鐵呢 這個是今年 4月而已 這是 東部最後一班 那個 台電機車頭的 廚藝的 紀念 過班車 然後 左邊是新的 電車頭 然後他們都跑在一樣的 一樣的軌道上 然後 你想要還可以把它貼在一起跑 對 然後有時候你也不得不把舊的東西拿出來跑 你看都上面都已經電機化了還在我們的那個 超美的還是可以跑 因為像 浪拍裡面還是有Fortion的扣 對 對 然後再來是我希望 我可以 船司碼邊改 我的UI就變更新 因為 傳統上寫UI你就是 表現船司碼你要重新開始 然後重新走到那個頁面 就非常的麻煩 像這個 這個是一個真實的 像那個是影片 他就是 背上去翻輪子掉了一點 然後就 有一個人背著輪子上去把它裝好 很猛 然後這個看起來很好玩 因為感覺 你要 你要在拍子裡面實現這個好像 真的 聽起來好像不太 不太科學 但是其實這個功能 做起來超簡單的 我根本沒寫過 因為 因為 不是用我的 然後 那麼 我希望 用 只用Python就做完這件事情 是有可能的嗎 你們覺得有可能嗎 對 不然我站在那邊幹嘛 那第一個挑戰 是Python的語法限制 左邊就是傳統的嘛 然後中間是SWIFT跟COATING 大概都大概長這樣 然後他的 他這個大括號 其實是右邊的 語法堂 他其實是讓你 他其實是傳一個Function進去 只是他如果是 最後一個Function 他讓你不用寫那個括號 所以你看起來就好像 有一個block 掛在那裡 它其實是語法堂 但是這個語法堂 在Python不能用 在Python我希望我可以 用這個code的結構去建構出 UI的結構 然後 我要讓裡面的東西找到他的容器是誰 Python有一個東西叫 ContextManager 這個with 進去出來的時候 他會 他會cow他的那個 Enter和Exit 的Function 那你就有了階層 那再來是 你要怎麼讓 裡面走到外面 那裡面走到外面 你就去那個Stack上面找 但是你Stack要放在哪裡 才可以 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 放在Perset的 Storage 像你就 因為一般的 一般的global 是 用了應該會被開除吧 對 那 然後也有370的問題 然後放這個 TLS就 被避免 被開除 對這個 然後這個也是跨平台的 現在每個都市場都有 所以沒有移植的問題 這樣就有了 基本的宣告的功能 那個宣告式 預罰功能 他就像這樣子 他就有個 Application 然後有個 Label 就有windows裡面裝的 Label 就這麼簡單 對然後他在那個 Application跟 Windows和Label裡面都是 都有PUI的code 然後那個Label 他是 他也是個5件 然後他在他一看 Stutter裡面會就會去 找到那個view的 然後找到他的容器 然後把他attach到裡面去 然後接下來講一下 這個 這是其中一個 做宣告式UI的 常見的方法 然後也是彈性最大的方法 雖然效能略差 但是 都寫Python的 沒有人在 沒有人在 沒有人在在乎效能 也不是啊 就是夠 夠快 左邊是 左邊是我們寫的程式吧 然後先把這個省數碼轉成一顆抽上去 這時候 還不用 不用確定你想要用哪一個backend 然後最後你再找一個backend 把它轉成 真的 真的舒服 然後那個 Document Option Model在 這個 這個詞是Web來的 他原本就叫DOM 所以 所以他中間的那一場 才叫Virtual DOM 那Virtual DOM就是 就是這個叔叔說 所有的TS問題都可以 踏入一個間接場來解決 對 這就很棒 對那 就是用Virtual DOM的方法 基本上我們可以 可以把所有的 的命令式的backend 都轉 然後右邊這個是在新竹白島的照片 他在那個新製品 新製品的那個 屋居旁邊 應該是圍樓吧 他下面是 古代房子 然後上面就 跌到三樓這樣 然後這就是現代 軟體開發的實物 那DOM的 DOM其實只有 兩個 兩個重點 就是 他轉成中間那個抽象書的時候 有更新UI他會去算那個 UI的變動 像這個 這個新舊兩個版本的差異 他拿掉一個星星 拿掉一種紅色的 加入一顆藍球球 然後再把這個DOM Apply到 舊的那棵樹上 就會獲得新的那棵樹了 然後 從 從你的 Virtual DOM到 到那個 REAL DOM那邊 你換不同的backend 就可以 反正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換backend啦 就是像你說用QT也可以用GK也可以 然後 實際上怎麼實現那就是backend的事情 像他上面星星想要放海星 也是他的選擇 對 然後 PUI現在支援了 這個是 這是PySite的樣子 PySite就是天生 最漂亮的那一個 然後 他也是那個 Layout篩形算的最好一個 就是原本 有些 有些原件該自動擴張或自動收縮 他是處理的最好一個 幾乎 幾乎不用處理 然後其他我都是或多或少要自己處理一下 然後這個很棒 這個是 就是他跑在Terminal裡面 這個 這個 也蠻新的 應該是這一兩年內而已 但是他的 他很神奇 他也可以用滑鼠操作 他一樣有捲軸 然後 於是我們就可以用同一分口 跑出 加上不同backend 跑出 一個 可以替代的結果 左邊是 左邊是那個 Texture的右邊是PiSite 然後他們跑的是防線程式 然後另外還有 這個是 Butter的我只是看到就接一下是 是試好玩的 對 但是我 剛開始用的時候他還有點簡陋 就是他連Canvas都不支援 現在支援了 但是看起來效能不太好 支援支援是這個flat 那時候還沒包進去 另外一個就是 古代的TK 因為有時候 因為QT有來時時問題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 要簡單出一些東西給客戶 就還是 TK寫一些能用就用 然後 我今天還有看到一個好玩的 這個投稿 他 他還支援IOS-Joy跟Web 對但是要 想辦法把Python弄上去是另外一個問題 然後我就有 我就包了一些 我就包了一個那個 怎麼講呢 通用的介面 給不同的 不同的backend用 像左邊是我 用的 用的名字 對應到 右邊是他們各自用的名字 左邊 左邊他 取用的時候 取用的時候我就在那個 我放狀態的那個容器裡面的 Gater裡面去 去幫那個UI註冊 然後在setter裡面去觸發它 就可以 用起來就像這樣 我在這邊按加減加減 那個數字就會被加減 然後 在那的UI 就會跟著更新 然後有一個forlook會去 會去 產生出不一樣的label 然後 那個virtual DOM就會去更新 我就不用 不用再寫說那個什麼 發的 注射一個例子 然後它變的時候 我再去 把元件 變遺伏或行政 那個問題是 有時候我們需要把 變數傳給 別人改 在c裡面叫pass by reference c加c裡面叫pass by reference 那 在swift的UI裡面它是叫binding 他用了一個 因為他們那個swift是新語言 所以他愛加什麼 他就加了一個 加了一個運算子 叫就是前號 他可以拿到他的reference 然後就把它 他會自動 包成這個 物件 藏進去 在python沒有 沒有辦法這樣加 然後我又不希望 在那個物件上面 改變太多 萬一我萬一加了什麼 然後跟user 放在一起 就不好 然後在python我就 選擇用call來包 因為這 比較不會跟別人的命名撞到 然後再來是我希望 可以跟現有的coding 然後這個有用在剛剛那個郡序講的marmash裡面 然後 其實這也不難 就是virtual DOM 我只在我想要的UI數上的 那一部分跑就好 我可以在 傳統UI上的其中一個數字上跑 virtual DOM 然後又把virtual DOM的其中一個數字還給 手動操作 我的virtual DOM只處理中間綠色這一塊 對 融欲這個就是 我覺得最漂亮的一頁 因為我昨天有點講的 對 然後 我要放久一點了 好 對這個圖是右下角 那個維基百科來的 因為他有寫他的縮放比例 所以我比較好 他有寫說他縮放0.75倍 他原本是一張全黑的那一個數字 然後我就縮小鈴鐺 然後 我就沒有旋轉 我就把它 縮小鈴鐺 然後蓋在原本的 蓋在他的訊息上 但是我要做 自動更新吧 自動更新 因為其實有你有virtual DOM之後你只要 某人去改好你的方權 某人去配取你的方權 然後你只要去突發 重新匯基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然後 我就上網找一下有沒有現場的 然後真的有找到 而且他也是一個profeeling工具 這個蠻特別的 但是他好像 不算完全open手上 他在call沒有open的樣子 我們可以看他 實際上動起來的樣子 一邊改call然後UI就會自動更新 但有時候要畫圖的時候這個就非常方便 你不用重新去按開始啊 或是 或是你的時間跑很慢跑到一半 還要去 開始 然後但而且 這邊要寫call其實就很少 你只要 去註冊那個 Reloadium的callback 他會 他會 不管你的pithon方面都會coder一個coder 然後再去 好 再更新你的UI就好 剛剛 剛剛 那個更新畫面的 Trigger有兩個 一個是 資料改變的時候 另外一個是 重新版改變的時候 還有一個常見的 常見的是 用timer去觸發 所以 這個 TimelineView這個詞是從sweep的UI解來的 你只要這樣寫 他就會每秒更新 每秒更新這個UI 那你就可以 很簡單做一個事情 然後在 以前的話你要自己 寫一個坦本 然後自己去 維護那個坦本 那 我的願望清單就 這樣達成了 其實好像沒有很難 對不對 其實還好啦 今年3月開始 然後斷斷續續的做 因為就是用到拿做到拿 可以 就講完了 那 投影片是右下角這個 然後 沒有問題想問 或是想看什麼paymo 我們繼續bug 然後 然後 然後slider上一樣 大家沒有發問 然後請問一下 現場有沒有人想要發問的 可以 舉手 這樣 對我工作有用 可以demo 我可以 看一下我沒有帶 可以 demo一下 他 在那個loading比較高的情況 我 就拿他出貨給客戶 因為他是一個藍牙 星跳帶 然後他會傳 新電圖 上去 就算了 他就這樣 他應該會 他應該會 跟他 在那邊 說 他應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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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感谢观看 效能是够的啦 蛮滑顺的 看起来不太健常 不厉害 厉害 多厉害 我不知道可以 我现在已经 我看一下我现在心跳多少 我现在心跳86还好 略微紧张 因为Live Demo总是会紧张 上面这个图我想请问一下 它是用MapleLive划穿吗 用DT直接划穿 OK 这个是 这个 2700版 我看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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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Hard Reload的部分 然后我在这边 亂加的东西 UI就會跟着更新了 所以你会去监测File的圈局 所以你会去监测File的圈局 它可以监测File 它就放掉吗 等一下 我可以 我可以 可以 在那个 在 在 在 海岸 那里 那里 就可以 Riodeum其实里面有包了一个Python节的Python compiler 好,现在还有没有想要请教八个问题的 那我们先去八个,还有一位 基本上Poo现在都是你跟Poo 有哪些帮忙你会想要有人一起来帮忙 帮忙 有一些是我可能需要有人讨论 像不同UI的元件的相容问题 像那个,我要怎么订出一个通用界面 跨backend的通用界面 因为像Flutter那边的按钮就有两种 都是多种 然后我要选择 我要哪一个 我要怎么让Uter可以自己选择他哪一个 然后有一些是UI的那个就是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我要自己去处理 我要去补偿他自动Layout的不齐的部分 像这个Textural他的 那个水轴是会动的 但是他的 他这个自动的X轴的自动展开是没有 现在还有问题 所以这输入就不行了 现在是支援可以自己去定义Layout吗 还是只能有Vue的持座来决定 定义Layout那些 对就是 不要用Toolkit自己决定的Layout 而有GUI自己去决定Layout 可以自己Assign他的Layout参数 你要关注多少 或是要不要给他wait 好但我现在因为我现在用到的都很简单 就搞一些什么 水轴的Layout 水轴的Layout 我连自己走的都还没发 好 对 那我这边想请问一下 你那些东西你经常说没有公用的 例如说没有一个公用的界面 Button就没有公用界面 所以你底下你宣告是 那Wiz里面 你是例如说你是PySive 你的Button就是QButton或什么之类的 对 哦 这边呢 例如说我换成TY 或换成其他 其他的Backend的时候 例如我的Button就要 里面就要呼叫那个 没有 我有个通用界面 所以你还是有一个 还是有一个通用界面在里面 通用界面 这样你才可以用同一根Code 不用改就 只要改一定Code OK 因为他原本的名字 我没有想要把他物件全部包成一样 但后来觉得还是保留他的 不通用界面 你在那个通用界面 你能够写 OK OK 8分我看到 OK 好 好 谢谢 好 那现在还有问题吗 哦 还有一位 我想问那个 就是 PUI是怎么做到那个 资料方向反定 就是从UI输入资料 然后就可以 同时改到那个 背景 所以输入 资料输入部分 就是翻译景 翻译景 这里 我传的这个stat 的binding进去 然后 他这个text field 他在改变的时候 他会把那个 资料写回那个容器 那个容器里面吧 然后那个容器的beta 就会触发 触发资料的更新 然后那个binder binder co 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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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他自己的容器跟key 所以在 save的时候 他就会去写回那个 容器里面 他在这边会 记得他自己的容器是谁 好 谢谢 然后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继续吧 所以我们继续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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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子